能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的核心 怎么样把人联系 成为一体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爱 那宗教里面 它以这个为核心 宗教教育 那佛教是什么 古大德用两句话 跟我们解答了 真简单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佛教就这个 佛教的本是慈悲 那佛门 佛教的门 就门禁 是方便 什么叫方便 方是方法 便是便易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最适当的方法 最巧妙的方法 佛家又叫善巧方便 所以方法不是一定的 方法是活活活活活活的 这叫方便 对 本是一个永恒不变 是慈悲 慈悲的应用 用在家庭 用在生活 用在厨师在人间 那是善巧方便 千变万花 把你的慈悲用出来 演出来 表演出来 这个重要 这个人家真正修佛 所以在伦理 佛法的伦理 比我们中国老祖宗伦理 讲得越满 中国老祖宗只讲到 凡是人皆是爱 这个父子的亲爱 推到外面的时候 就是凡是人皆是爱 不分国家 不分族群 不分文化 也不分信仰 只要是人 我们就来爱他 可是佛法推得更狂 佛法推在什么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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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都不露 他的慈悲也退到那里 这是佛教的伦理 比我们中国伦理讲的越满 真的是讲到究竟处了